曾經發生商標之爭的知名滷味店 上海老天路 它原本在台北西門町的店面 突然之間鐵門拉下來了 很多老顧客跑去的時候嚇了一大跳 後來我們追查之後發現說 這土地不是發生糾紛 只是說這個老店面 它是一個國有土地 這個滷味店它原本是有地上權 它想要花1.8億去把它買下這個店面 可是失敗了 最終只好搬錢 鴨翅鴨舌就是這一位 連香港藝人來台都指名要嚐嚐 這名滷味它賣了好幾十年 怎麼突然拉上鐵門 原來不是關門 而是要繼續營業 但是搬到了隔壁的三間店 老店搬新店面 還是出現排隊隊伍 只是好端端的怎麼會搬家 原來老店原址已經握有地上建物 但土地是國有的 從20年前就開始向國產署提出文件 想要購買 但主張要和隔壁鄰居1947年的 低價承購方式比較辦理 結果遭到北區分屬駁回 滷味店的蔡老闆提出行政訴訟 但最高法院依舊判決敗訴 就是申購人它沒有辦法證明在35年12月31號以前 在國有土地上面有居住過建築使用的情形 所以這個案子才會註銷它的申購案 在十種情況之下 如果民眾符合其中之一項 可以向財政部申請專案讓售 比如說國有土地跟私人土地交雜 無法單獨利用 或者是共有不動產的國有持份 也可以申請專案讓售 但是老天路的情況 並不符合這個十個條件裡面的其中之一項 因此依法是無法購買國有土地的 位於西門町成都路精華地段土地市價 每瓶單價800萬到1000萬 假設以850萬來計算 店面21瓶土地市值1.8億元 儘管無法買下店面土地 但還是可以繼續承租使用 至於什麼原因 會把老店面悄悄搬移 蔡家目前還是低調 沒說明 東森財經新聞 陳一軒留言在台湖島 看盤都算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